工作人员进行拆除作业 台北东区中校东路四段商圈 知名港式餐厅足跃到齐 站时席等说白白 但除了餐饮业 还有不少店撤出 时机来到东区商圈 可以看到像这样的黄金店面 也已经贴上告示要来招租 另外像是邻近百货的这个店面 也是大门紧闭贴上了招租的广告 东区人潮逐渐变少 摊贩私下透露 疫情后来客树大减 营收整整少一半 不少店家跑光光 但人都去哪了 来到中校东路三段和四段交界 十字路口人来人往 从空拍角度来看 中间以复兴南路为界 就有房产专家观察 中校东路四段临近国富纪念馆 名要百货 过去一直比较热络 但消费者购物习惯改变 街边店弱化 而另一头中校东路三段 除了SOGO复兴馆 还有星光三月新进驻的 双子星钻石塔 复合式商场带动成长 它后面那一区ABC Mart后面都空空的 它新开应该会蛮多东西的 应该会蛮好奇会来观观看 等它开可能会比较多人往这个方向出来 在一楼这边上班而已 所以我们很期待 就是会有这么多人来 在往中校东路三段附近巷弄走 陆续开了不少餐酒馆 居酒屋还有小吃店林立 周边商圈逐渐兴起 复合式商场啊 一站是构足的这个消费形态崛起 那就让百货公司的这个业绩逆势成长 连带促使整个东区 有这个从中校东路四段 移转到三段的越来越热络的 这样的一个迹象 中校东路三段商圈有百货两强鼎立 让民耀百货周边相对边缘化 东区商圈热区就会大洗牌 东森新闻蔡永恩 吴才贤台北报道